噴槍口冒出熊熊烈焰 黑色木炭一遇到鉤紋 又如碰上織音 表面轉為灰白色 老闆拿著夾子不斷移味 好讓炭火熱度均勻發散 起火準備就緒依舊不得閒 另一頭又開始忙碌起 瑜伽直送的活跳跳海鮮 有看到嗎 有看到整個 它就都還是活的 輕輕的抓起一尾透抽 指著光滑表面展示給我看 只見上層粉色紅色小點點 擴大縮小閃爍發光 如同動態的LED燈 產生了萬千變化的體色 這不僅是透抽新鮮的象徵 也是老闆吸引客人的關鍵 鮑魚舞動著飽滿身軀 跳著殘酷而美麗的華爾滋 讓人難以移開目光 鮮嫩的雞翅噴發豐富油脂 表面焦香焦香勾引味蕾 厚厚一塊松板豬肉 老闆也豪迈直接送上烤架 仔細謹慎的慢慢烘烤 以食盤當底將雞翅排排站 微焦表皮帶有獨特炭香味 肉嫩多汁檸檬提升清爽度 切成薄片的松板豬肉 上桌時再以噴槍炙燒 肉片邊緣焦香感再升級 入口卡滋卡滋 脆嫩又Q彈 沾上胡椒鹽 體驗食材原味 更特別的還有這一味 渾身通紅嘴巴有如長煙槍 長相特殊少見的火捲魚 肉質細緻又鮮美 八年級生的老闆王沛宇 原本在台北汽車百貨上班 收入很不錯 卻因為一場車禍中斷事業 在家戶病房待了整整一個月 休息兩年才恢復 但原本的公司回不去了 只好回家鄉宜蘭另尋出路 無意間看到漁港旁的小攤 一天業績竟然高達3到4萬 他決定到海灘旁賣飲料 和獨木舟業者配合 慢慢的不只喝的也賣吃的 尤其媽媽為炒麵最受歡迎 麵條Q彈不軟爛 先向誘人總讓客人一口接一口 於是他決定改造阿媽家 成為地點固定的小吃攤 出車禍完然後回來要工作的時候 就覺得天啊怎麼好像沒有錢了 然後想說要開這個還到處借錢 就是椅子什麼桌子都沒有 我就去把手機就那時候 剛開始做那個汽車的時候 手機把它賣掉啊 賣掉之後然後就大概2萬多塊吧 我就去買可能一兩個餐盤阿 一兩個碗阿 然後一個桌子阿 然後就一直有賺一點點錢再加一點 三張桌子開啟事業 如今確實一味難求 王佩玉笑著回憶當年客人 撐著傘穿著雨衣 那獨特的風景還依稀在目 即使是這樣苦過來的 王佩玉卻沒有成為寵客老闆 我完全沒有保留一分鐘 就算你有付訂金 一樣就是一分鐘 你訂12點12點01分 我說我現場11點在這邊等你12點 客人遲到的要怎麼辦 我說你跟我講說說你 車程上面有延誤什麼塞車 我說那你如果今天要出國 你塞車飛機會等你嗎 我說你們是不是都提早2個小時 3個小時就在那邊等 為了等飛機你們要準時 為什麼你拿吃飯不用準時 老客人都知道 這吃飯得遵守準時紀律 門口滿滿的標語 也在一在提醒客人 放慢腳步 不只享受美食 也得品味獨有的想感想吞